雍正皇帝的突然辞世 让大清朝廷上上下下是一片恐慌 走得太突然了 关于雍正皇帝之死 也是清史中一个谜团 雍正一共在位十三年 他怎么会突然死去呢 民间传说有多种版本 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吕四娘赐雍正 据说当年雍正杀吕留良一家的时候 有一个小女孩逃过了屠刀 经高人指点练就一身决意 这就是那吕四娘 说是吕四娘练成之后 未报家族之仇 深夜之间翻过深宫大内 把雍正脑袋给剁下来 传着有鼻子有眼 说雍正下葬的时候 是用纯金给剁了一头 这几乎不可能 那么雍正到底怎么死的呢 据史书查证记载 最大的可能 雍正是服食丹药过量 造成中毒 突然死亡了 在雍正十三年的初秋 雍正地在圆明园 他不经常练丹吗 这丹药吃多了 忽然报名而亡 可他身后的很多事情 没有来得及安排 他不知道自己要死啊 但是万幸的事 比起努尔哈赤 比起皇太极 比起顺治来说 关于立储这一点 雍正是早有安排 由谁来继承黄辈这件大事 并没有因为他的突然离去 而引起大乱 这主要是因为 雍正在刚一登基 就做了安排 话说前世 就在雍正登基的那年八月 他当着全体朝臣的面 公开宣布了秘密建储的决定啊 朕已经决定了 储位的人选 而且将他的名字写好密封 藏在侠内 这宝侠就放在前清宫正中 是祖皇帝欲比亲书的 正大光明匾的后面 我现在告诉诸位爱卿 是想让大伙都知道 这件事已有安排 另外 朕又将写有同样内容密封的小盒 放在身边 日后可互相印证 以防外衣 从这一点来看 这雍正 是事先早有准备 总结了前几代军王 死后 关于继承人发生的纠纷 这个问题 犯下的错误 他是早有提防 回到雍正去世这一年 雍正13年 8月22号 这天晚上10点左右 也就是雍正帝去世前的一天晚上 他已经进入深度昏迷了 处于弥留状态 这时候 顾命大臣 大学士张廷玉进宫 见此情形 就问那宝和殿大学士 俄尔泰啊 俩人一对眼神 赶快安排啊 俄尔泰大人 可曾见到皇上随身携带的锦盒 俄尔泰说 我正等着张大人您来呢 咱们可一起找啊 张廷玉 看着庄亲王 裹亲王 还有内大臣海望 诸位王公大臣呢 圣上 曾经将传媒之事 亲书秘纸 当时 给我跟俄大人都看过 这秘纸 收藏在宫中 国不能一日无君呢 现在咱们必须马上 把这秘纸请出来 以正大统 你们以为如何呀 众人一听 他只能如此了 张廷玉扭过头来 问总管太监 皇上随身携带的秘纸 在什么地方啊 把总管太监给问傻了 啊 张大人 主子 没提起过呀 奴司也不知道 他把秘纸放在哪儿了 这秘纸 不会太大 给我看的时候 只是用黄纸包裹 背面有个封字 咱们找找吧 不多时 总管太监 捧出了黄蜂一函 是不是这个呀 张廷玉二太上前 这么一看 果然 正是雍正 朱笔亲书的一副 传位秘纸 把这幅旨一展开 写得很清楚 联邦派人把正大光明匾 后边那宝匣 也拿了出来 请出里边密封的圣旨 两个旨意上的内容 完全一致 确立了 根据雍正帝生前的安排 宝亲王红利 名正言顺的继承了皇帝宝座 这位便是家喻户晓的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 是雍正所生的各位成年阿克中 唯一一个母亲出身于满洲的皇子 也就是说 爱心觉罗红利是纯满洲血统 雍正帝一上台 就挑选了张廷玉 俄尔泰等等满汉名臣朔儒 对红利进行儒家学说系统的教育 以后 又将红利封王 让他参加对准戈尔 苗疆等地作战的军事行动 这很明显 是给红利创造建立军功的机会 宝亲王 爱心觉罗红利的四皇帝身份 这么一宣布 他当场就任命 庄亲王允禄 果亲王允礼 大学是鄂尔泰 张廷玉为辅政大臣 这是老皇帝五年前就做好安排的 那还是雍正八年的事呢 当时雍正特别倚重的是 宝亲王允祥 可允祥生病了 军政机密事务 一下子无人处理 他就把张廷玉 马尔赛等几个亲信 调到军需房 雍正把军需房 改名为军机房 后来又把军机房 提升为军机处 一亲王允祥病逝之后 雍正帝就一直依靠着军机处 相赞一切机物啊 乾隆帝继承了这一制度 对张廷玉等四人 唯一重任 不过 一则 乾隆接位的时候 不是小孩子了 二则 这四位辅政之称啊 不免让人想起 当年敖拜等人留下的恶劣印象 所以呢 乾隆又将四辅政改称为 四位总理事务王大臣 当天晚上 弘历与四名辅政大臣 在圆明园全体宗室 仲臣一起的陪同下 扶着老皇帝雍正的灵鹫 回到北京紫禁城 按例进行治丧活动啊 向全国发布公告 让天下臣民都知道 老皇已死 新皇登基 九月三日 弘历在诸王级众文武簇拥下 登上了太和殿升座宝座 颁诏书是大赦天下 第二年 也就是乾隆元年 公元一千七百三十六年 颁布乾隆实现新历 开卢 驻治前 称作乾隆通宝 一个由乾隆皇帝统治的清朝 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乾隆登基 首先碰见的 就是一件让他比较费心的大事 什么事啊 关于新疆地区的叛乱问题 在新疆南部叶尔枪 也就是今天的刹车县 住着一户维吾尔族人家 男主人阿里 是伊斯兰教的上层人物 当地人尊称他为阿里何卓 阿里何卓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 这个小姑娘自幼酷爱沙枣花 常常在沙枣树下玩 规方中呢 也插满了沙枣花 奇了怪了 这日子一长啊 这姑娘这身上好像也沾染了沙枣花的清香 村里边人很喜欢他 亲密的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伊帕尔汗 意思呢 是摄乡公主 摄乡公主伊帕尔汗刚不如少女时代 他的父亲阿里何卓就去世了 他就跟着哥哥图尔都一起生活 图尔都兄妹二人 有一个远房伯父 叫莫特何卓 在南江一带 他们这伯父莫特 很有势力 莫特何卓生了两个儿子 大的叫大何卓 穆布拉敦 小的叫小何卓 穆获吉栈 当年 准戈尔部勾结沙皇俄国 发动叛乱的时候 这大小何卓兄弟俩 跟其他部落首领的子女 曾经被扣作人质 后来是朝廷派兵评判 打败了准戈尔 这才将大小何卓兄弟解救 他们回到自己的部落 这一天 小何卓 穆获吉栈 来到了自己的书白妹妹 一帕尔汗家 一帕尔汗的哥哥 土耳都 叔叔俄瑟尹 以及书白哥哥 马木特 那也是仨很热情的 治酒款待着小何卓 问他在伊利 总管回部事宜 那么忙 怎么有工夫回来呀 小何卓目过急瞻 起初还喊喊呼呼 也没说为什么回来 这几杯酒下肚 酒汗而热之时 他开口劝众人的 咱们应该一块兴兵 反抗清廷 咱们四个儿管着多好啊 小何卓 穆获吉栈 这一说话 把大伙都吓住了 穆获吉栈以为大伙很爱听呢 你们想想 清军刚同准个儿打过大仗 是大伤元气啊 一时难以恢复 我与布拉敦准备 趁机起兵 布拉敦就是他哥哥 大何卓 穆布拉敦呢 我们哥俩要起兵 自立为王 你们干什么不助我们兄弟一臂之力 将来咱们好共享富贵荣华呀 话音刚落 他叔叔恶色隐就不干了 你这叫什么话呀 孩子你想一想 当初准个儿人将你们弟兄拘禁在伊犁 是朝廷派兵解救了你们 让你的哥哥 布拉敦回南疆 统辖救部 让你留在伊犁 总管回部 你们不敢恩图报 反而不仁不义 要与朝廷对抗 依我看 多了这个念头吧 图尔都 还有他的舒白哥哥马不特 都对这小和卓木的意见 表示反对 这时候 摄乡公主 伊犁尔汗从外面回来了 在旁边听到了他们的争论 这姑娘很不高兴 走进帐中 指责他的舒白哥哥 小和卓木贺吉栈 是一个恩将仇报的小人 小和卓木贺吉栈 兴兴而去 剩下这一屋的叔侄们一商量 决定连夜行动 悄悄 赶奔天山北面的 科尔克兹 干嘛呀 到那躲躲 看来这非打不可呀 不久 伊犁尔汗 摄乡公主的哥哥 还有他的叔叔 得到了平叛的清军 被大小和卓木 围困的消息 哟 他们立即设法 同定边将军 清朝将领 赵慧 取得了联系 说他们已经说服了布鲁特人 派骑兵攻打 叛军的根据地 叫英机杀尔营啊 到时候 咱们可以一起夹击 果然 本来十分危急的形势 靠着回布人民的帮助 清军突然峰回路转 连战连结 杀死了大小和卓木兄弟 很快平息了他们分裂祖国的武装叛乱 这个事说来简单 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 一直揪着心呢 一直到捷报传来 乾隆是十分高兴啊 论功行赏 奖励这些清军将士 除此之外 乾隆特别降旨 把回布协助评判的上层人士 请到北京来做客 分别给俄瑟尹 土耳都 马木特 封决次底 封了官职 而且在北京 都有你们的别墅 你们就在这住着都成 他特别对土耳都 提出一条要求来 早听说你有个妹妹 叫伊帕尔汗摄乡公主啊 不仅聪明秀美 而且满体生香 深明大义 能不能让她嫁给朕呢 土耳都当然高兴了 回去跟妹妹讲了 伊帕尔汗摄乡公主 表示愿意 侍奉给回布人民带来 和平安详的皇帝 答应嫁给乾隆 就这样 土耳都将他送到了宫中 乾隆弟 封摄乡公主伊帕尔汗 为何贵人呢 何平之何呀 为了答谢何贵人的哥哥 乾隆把自己身边的满族女子 苏德乡赐给了土耳都为妻 乾隆皇帝很尊重何贵人 摄乡公主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 这位何贵人摄乡公主 还真是遍体生香 乾隆皇帝十分喜爱她 这位摄乡公主伊帕尔汗在皇宫里边 很自由 穿戴的是回族服装 吃的是回民食品 乾隆为了她 还特地在宫中配备了回民厨师 凡是赏赐的佳肴 都是清真食品 伊帕尔汗还获得了特别恩准 在圆明园居住的时候 可以上方外观去做礼拜 为此呢 还在方外观的大理石墙面上 刻有古兰经 在皇宫西院 她随时都可以上宝月楼跳望 这宝月楼紧挨着宫墙 可以远眺到不远处的 回回聚居地的高大宿木的清真寺 过了两年 乾隆皇帝因为何贵人 协调中央跟新疆地方的关系有宫 又进封其为荣贫 由贵人而到贫 这是生了一格 后来乾隆又根据皇太后的提议 册封其为荣飞 乾隆帝南巡北寿 经常让荣飞随嫁 对他倍加钟爱 这位荣飞 就是世人传说中的那位 香飞 荣飞55岁的时候 不幸染病逝世 这一年是乾隆53年 皇帝对荣飞之死十分痛惜啊 在他的棺果上 特地用金漆 写上了三段回文古兰经经文 这就是后来考古工作者 在1979年 与东陵荣飞墓中所见到的场景 从雍正到乾隆初年 清朝文坛上出现了两位名人 一个叫吴敬子 一个叫郑板桥 一提起吴敬子 大伙就马上想起来 他的那部名著 如林外史啊 据说在明末清初的时候 有一个华阳散人 编过一本书 名字叫鸳鸯真 这是一本画文小说 抨击科场 毕病 如林世人的恶习 后来 蒲松林做辽斋之意 对科举的黑幕有所揭露 不过在深度跟广度上 都不如吴敬子的如林外史 有人说过 说外史既如林 刻画和公言 这就是说如林外史写得非常生动 写如林外史的作者 吴敬子是安徽全交人 这个人出身显幻望族 后遭变故 家道中落 流落到了南京 他才学虽然高 但是对科举仕途看得很淡 事态炎凉 官场黑暗 蒙发了他写如林 种种丑态恶行的念头 一提起如林外史 大伙最熟的莫过 犯进种举了 人们对犯进种举的故事相当熟悉 这就是如林外史中的一个情节 说这犯进 年过半百 屡市不中 穷困潦倒 一直被他的丈人胡屠夫奚落 骂他为县世宝 穷鬼 烂中厚 没用 没有米下锅吃什么饭呢 这犯进 不得不抱着一只饶母鸡 插上草镖 到集上去卖 好弄到这个地步 还谈什么读书人 安平乐道啊 忽然 有豹子敲锣打鼓 前来报喜 这豹子到了门前 告诉范老爷高中了 您想这范进 考了这么些年了 现在是穷精好手 这老书生经不起这个强刺激啊 突然一高兴 疯了 文学大师鲁迅说 说吴敬子写的人物 绝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大都时有其人啊 因为历史上 有一个叫金河的 和一个叫平不清的人 他们都认为书中的范进 原刑叫陶庸 陶庸老家 在安徽乌湖东北郊 一个叫陶乌鸡的村庄里 这个陶庸小的时候 求功名心切 读书过籍 落下了一个谈觉之争 经常发杨小疯啊 算是癫痫病吧 而陶庸的岳父呢 就是一个杀猪的屠夫 陶庸出道于乌湖县学 这县学门前的街就叫如林街 东面长巷叫如林巷 观塘西堤上的桥又叫如林桥 吴敬子取书名如林外史 也许就源于此 陶庸是雍正十三年的举人 乾隆四年的进士 当时铸造青铜器的陶制模型 称作模范 所以范进就以范来代替陶作为姓 将进士的进取过来做了名字 竟能考证这就是范进这名字的由来 如林外史第二次回和第二次一回里 有一个叫牛布衣的诗人 他寄予乌湖老福桥口的甘露庵 常和一些达观显幻 诗酒畅鹤 后来是一并不起啊 临终的时候 他将平时所作的两本诗稿 托老和尚代为保管 结果被一个叫牛铺狼的小子给偷走了 茂名顶替 做了假名士 到处招摇撞骗 这牛布衣 其实就是朱草衣的化身 朱草衣 名叫慧 别号叫草衣山人 是安徽修宁人 此人甘贫浩学 一直住在乌湖 后来呢 搬到江宁 他跟吴敬子 犹疑身后 写过不少诗 编成草衣山人籍 南京城中不少人 都知道其中秋草人除荒怨地 西阳僧打破楼中的诗句 这就朱草衣写的 朱草衣又曾经在乌湖吉祥寺住过 后来浪迹南北 以不一 忠老一生 顽景 十分凄凉 乌湖县制里边 还有关于他的记载 吴敬子对他的诗作和为人 十分钦佩啊 就用猪的谐音 猪牛之猪 给笔下人物取牛为姓 一生不做官的人称作布衣 何况他的别子又叫草衣啊 于是吴敬子的作品中 这个猪草衣就变成了牛布衣 另有一个在吉祥寺门口 设摊 为这牛普郎花言小语索片 免费帮他刻图扎的锅铁笔 这位也有原型 这个原型是当时有名的 篆客家诸葛座 吴敬子 欲居在吉祥寺旁边 东退安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跟这位诸葛座先生 素有往来 此人眷客至章的功夫极高 曾经得到过礼部侍郎 沈德前的称赞 吴敬子的的确确 是从生活中提炼了人物的原型 所以如临外室中 灰蝎幽默里 带着一丝心酸